不管你去没吃过苏州也都要来他们家尝一尝 六月黄拌面 专业的时间要交给专业的人做 这样是我拌完了 面条是面条 亮是亮 谢谢 每一根面条都能往蟹黄和蟹膏 它刚才拌的时候 那个蟹黄的味道就特别香 它这一碗要用三只羹鲜和三只母蟹 蟹粉小龙 蟹粉小龙的汤会偏甜一些 咬坏了的包子给你们看看馅儿了 真的能看到蟹粉的颗粒 今天我主要是馋这个 醉蟹 他们家用的糖这都是一两五刀一号的 看来 母蟹圆形 这个非常喜欢吃醉蟹的人 甜甜的外面间的酒香 像我们去南京呀无锡的时候就晚上定外卖肯定会有罪店的 你看它这个酥食的绿豆汤里边是煮开花的的绿豆 冬瓜糖青红酸味还有蜜枣 而且这个水用的是铺合水 和自己加好的绿豆汤呀 绿豆沙是完全不一样的 应该没有人不爱吃蟹的豆腐吧 这个豆腐真正就是滑到嘴里的 蟹黄饭面还配了一笔小菜 比较的清淡 就好用的 导致起酥粥 就好了